一圈圈,午後Live House 不設最低消費,樂壇各路歌手,唱歌紅館,或者地下活躍 BANG界新手都被請到 今天Live House請來的嘉賓 是在台灣流浪半年深躁音樂之後 帶來最新水準之作,沉淪的安俊豪 多於深陷歌不出聲,漫長夜空 安俊豪今年首支派台作品《沉淪》 講述男主角沉醉於對女主角的愛 但是沒勇氣向對方表白而錯失緣分 為了表達對女主角的眷戀 安俊豪以大量輕聲和戲音去表達濃烈的感情 加強歌曲的層次感 明白是我的水空氣 重逢但我偏偏感受風笑 想發現身邊的你 重逢製造幾多的傳經 一圈圈五後Live House 樂樂紅書儀 有請深躁半年盡顯公嫁的安俊豪 坐起,此心願不會死 一日溫漏,初心中等你的錯非 要不要用氣聲來介紹你出來,安俊豪 謝謝你 大家好,我是安俊豪 你好,很有層次 你就是2016年的唱跳新人 以前很多時候都是唱其他人的歌 現在喜歡自己的歌,也有新歌《沉淪》 你覺得整件事如何? 由一個轉變,唱別人的歌 到擁有自己的歌 感覺應該很不同 其實真的很不同 其實當你唱別人的歌 有可能每次都會想 下次唱哪一首去突破自己 今次就要在同一首歌裡突破自己 其實玩法很不同 其實在2009年的時候 因為參加亞洲青光大道的比賽 當時令你加入娛樂圈 也有機會去台灣比賽 之後你都用個人名義再去台灣 是否曾經有一段時間 都想過 不如去台灣試試 坐下那裡的樂壇 去發展一下 是否有想過這件事 其實沒有想到這麼長遠 我自己因為比賽的時候 認識了一群由外地來參賽的朋友 所以我在他們身上 看到那種就是 拋下自己的家 拋下那邊他們本身有的事業 過來香港去玩一個比賽 我覺得這件事很帥 很帥 所以我去了台灣去試試 去帥 其實你自己本身 是否一直都是朝著這個 想走音樂這條路發展 所以參加比賽 還是本身的想法是怎樣的 其實本身的想法 我是跟別人調轉 有可能有很多人 是養精畜蕊 就是學了很多音樂上面的東西 然後去比賽 然後希望得到一個認同 但我不是的 我是膽粗粗去比賽 才接觸音樂的 所以我就會跟別人不同的是 我要在比賽裡面慢慢去學 所以我覺得比賽是一個好好學東西 和磨練自己的地方 所以就不斷去比賽 那你就說要去台灣 帥一次 其實不帥 過程是很帥 依然覺得是很帥的一件事 還是有自己的辛酸 原來不是那麼簡單 真的不簡單 當初想著 挺帥 說給朋友說 我去台灣比賽 然後有人說 嘩 然後第二個反應 我一來到機場 就想想一下 開始一個星期已經覺得 慘了 又是沒有人很密 就是平時 你說在家裡也可以煮東西 可以吃我媽媽煮的東西 我媽媽煮的東西 因為我媽媽煮的東西很好吃 但是 去到台灣 你又要自己照顧自己 住的地方 可能不可以住太好的地方 因為你都要顧著你自己的資金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富裕的 所以 其實整件事是 沒有人 沒有親人 沒有朋友 又沒有經濟能力之下 去支撐一個比賽 其實都真是挺辛酸 即是你去的時候 你去的時候 是真的沒有計劃的 只是知道自己去參加比賽 其他其餘的東西 是沒有計劃的 其實又不是的 因為我自己會 兩個星期回來香港一次 拿衣服去洗 或者回去轉換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回到台灣 當初以為 聽我的朋友說 有一些民宿形式的住宅 可以半個月半個月租 去到那時候 原來暑假 很多有可能 住台北那些 去了台南 台南那些 原來住台北 原來租不到房 我就去了租一些 大家 那些叫做小酒店 其實我住的地方 有可能是別人去什麼地方 進入一些其他運動的地方 一些運動的地方 那些租就比較便宜 所以其實連門鎖都沒有 那些地方 所以都真的幾危險 有沒有很奇怪 現在回想到 自己都幾夠膽 是啊 但是你說 偶爾要飛回來香港 所以機票 其實都要 雖說不算很貴 也都很近 但都是要錢的 是 那是不是真的靠 很開頭 在亞視工作 或者之前儲下的錢 去支撐自己 支撐自己 是啊 真的叫做 山窮水盡 直至到 其實半年裡 除了比賽之外 我在那邊 都跟不同的音樂人 認識了 也都學了不少音樂 唱歌 唱國語歌方面的知識 所以其實今次我覺得 不是講錢的 我覺得吸收的經驗 都真的很多 除了台灣之外 在亞視也工作了一段時間 那些經歷又幫到你什麼 你覺得 幫到我 儲到我現在出來的那團火 因為其實在裡面 其實音樂節目真的很少 是 說話可以說是沒有的 對 你要做很多音樂以外的事情 對 那你就一直在裡面 儲著那團火 好像小龍之十大 十... 十八同人 十大同人 十八同人 就是好像你練了一個功夫 你還沒經過那些關 你就出不了那種感覺 就是你要一直儲著 你想做音樂的課心 一直儲著儲著 當你有機會的時候 你就會爆出來 即那團火是越儲越旺 而不是越儲越小顆 沒有變露火 對 沒有變露火的 OK的 挺溫和的 溫火來的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 認識了現在的公司 再簽名做歌手 就要說回另一位藝人 我們公司的藝人叫殷榮山 其實當初是他簽了這間公司 又跟老闆很熟 老闆就想招募一位藍歌手 他就想起我 所以就介紹給我 給老闆Johnny聽 那你如何多謝他 他是你的法案 我有啊 我經常都說他是殷人 因為榮山是殷人 他真的是殷人 我們這時候也請你表演你的作品 這首歌其實在去年也有派過台 叫做《自由》 我們請你現場演藝 叫你搭木結他來 好啊 其實今天上來有點緊張 所以送給大家這首歌 好 自由 兩日子 有了還是傷害 沒有意識 今生與愛害 痛下去 儘管多鼻א�於愛 幾多愛情是精彩 能到白头也坚定爱 今生爱的 谁能预计将来 唯有放于三种自爱 才是永没法分开 即使对望 无言留伤感爱 处灵难勇猛 总是想了心 流泪强忍 宁愿压紧 同心放开手 还为留伤口 残忍地走 其他来独走 记忆中这自由 祈祷无情是人爱 而到尽头爱得活该 开始结束 沿途害怕等待 时间与真心的竞彩 谁爱得最清楚 即使对望 无言留伤感爱 处灵难勇猛 总是想了心 流泪强忍 宁愿压紧 同心放开手 还为留伤口 残忍地走 撇下来独走 记忆中这自由 谁有情藏心中 谁有情常光众 总是可抱拥 情没发动 为爱永远不告终 放开手 还为留伤口 残忍地走 撇下来独走 记忆中这自由 再到来独走 爱不到的自由 真正的 谢谢阿俊浩 不用太替了就答不答了 其实你完成了一首 还有三首 今天我们带了三首歌来 还有三首 可以放松心心情继续 輕鬆點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跟你聊天 《沉淪》就是 安俊豪的最新拍台歌 這首歌跟之前 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找來台灣的音樂人張祖成 另外還有Fat Cat 一起創作給你 其實他們是否來的長期合作夥伴 其實也是 因為遠在五年前 已經開始跟祖成合作 當時我有一首自己的歌 叫做《迷失》 當時是沒有扣的 純粹是自己給分 就是玩 跟他合作 錄了一首歌 當時我覺得 跟他合作的時候 因為當時我是填詞 他是作曲 所以跟他有一種默契 因為大家可能是同聲 大家都是天蠍 所以大家的想法都相近 所以做音樂的時候 更加會有火花 不是你們兩個以前是同聲 不是 但有沒有想過 在接下來的創作裏面 要有多些自己 譬如填詞 又或者作曲 的作品 其實都有 但有可能 頭一兩隻碟 就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放自己的作品 有可能慢慢深一點 讓大家知道 其實安俊豪也有創作 其實你自己已經在袋裡 戴著幾首 對 戴著了一點 為何還差點信心給自己呢 其實我是 如果你說 安俊豪是比較像 一個很有信心出來 很澎湃的氣勢 一個男生 還是一個比較內斂的男生 其實我應該是 一個後者 因為我是一個 其實對自己 由小到大 可能信心不是很足夠的 但是 經過音樂這件事之後 令到自己對自己有信心 相信我 在這個事業上 都可以 慢慢循序漸進 讓大家去認識 讓大家去知道 其實他懂些什麼 可以做到些什麼 我都想慢慢去 讓別人認識多些 如果是你自己 這樣形容自己的性格 今次這首歌 陳文說的是 不夠膽 跟女生表白 錯失了自己 會不會觸碎 你的故事 其實都有些 自己的影子 因為其實這首歌 裡面的故事 如果講小一點 其實是講的 一男一女 可能分開了很久 重遇的時候 他們其實對大家都 還有感覺 但是 他們有可能 已經有了另外一半 或者是有家實 他們不可以再在一起 但是 他們還有一種 很微妙的感覺 那一種的沉淪 有可能 男生 見到那個女生之後 會不斷想起 他之前 對他做的事 或者是 一些很甜蜜的回憶 令到他自己不能自拔 覺得唱這首歌的時候 感覺是 悲哀 還是無奈 其實這首歌 是無奈多一點的 無奈 有可能 因為 大家如果 有拍過拖 都知道 其實拍拖是很講 貪靈 除了性格之外 貪靈很重要 這首歌其實 是對貪靈的一個控訴 有可能 例如說拍拖 好像見鬼一樣 對 講緣分 那錄音 對你來說 會不會是一個令你緊張的事 既然你說自己的信心 一直以來 都是慢慢訓練出來 真的不算很大 去到為自己的錄音的時候 有沒有緊張 其實有的 所以我 其實我相信 我練習的時間 是很多 因為我是一個 要準備好久 然後 自己OK了 然後 去做一件事的人 記不記得第一日錄之前 練了多久 嘩 我是緊張到睡不著 所以 之後那天的聲音 就慢慢地被人罵 反而搞到自己 對 因為真的很緊張 我很容易緊張的人 所以 希望 走這條路 加上 經理人會扶持我 所以 就會令到 我的緊張少些 其實 有時 某個前輩說 其實 阿俊濠你 其實緊張是好事 緊張才會 警惕你 每一個活動 每一個唱歌的時候 雖然 享受會少了 但是 你可以做出來 會 順利一點 對 但也要給自己一些信心 不要緊張到 整天晚上都睡不著 不要太多緊張 因為緊張是應該的 因為 你穿緊那件事 你才會為那件事 而覺得緊張 其實我作首歌 叫緊張 即是說這件事 那是一首快歌 可能表達到很多 內心的情緒出來 應該是半搖滾的 我喜歡這首歌 哈哈哈哈 你自己的本身 能不能鎖滾的 我自己都很喜歡鎖滾的 但我自己就不太鎖滾的 因為我唱R&B多的 是 好 那我們現在都請你表演你 第二首歌 亦都是你的最新排台作品 《沈淋》 來了來了 不要緊張 好 試一下 好 試一下 無緣 如果漫長夜空 攀河七黑之中跟你相容 攀這亂亂愛 我以掃走冰冻 感受进入怀抱那甜蜜之中 虽然爱你我也不懂得这好笑吗 脑内却爱继续遍极如童话 梦里清醒都必把你牵挂 为你不惜牺牲我都不怕 留下回忆总可以吗 明白事爱必须勇气 重逢但我偏偏感心放弃 谁发现身边的你 重复制造几多的传奇 寻闻作诗亦总共爱你 宁愿让这美梦藏起 痴心不会死 一日挥漏 在心中跟你继续飞 虽然爱你我也不懂得这好笑吗 脑内却爱继续遍极如童话 梦里清醒都必把你牵挂 为你不惜牺牲我都不怕 留下回忽心的优优 故事爱吧 明白事爱必须勇气 重逢但我偏偏感心放弃 谁发现身边的你 重复制造几多的传奇 寻闻作诗亦总共爱你 宁愿让这美梦藏起 痴心不会死 一一挥漏 在心中跟你继续飞 总是我太狠狠 就算经多少负草 仍敢于淡气更多 明白是爱必须勇气 重逢但我偏感心放弃 谁发现身边的你 重复制造多少的传奇 埋藏内心单量的人 曾轮但我未曾心死 即使某天雪地 总不遗忘 尽管此生爱你 是悲 谢谢大家 其实自己现在在玩音乐的时候 有没有想起你以前也有一段时间 在街头卖艺和玩歌给大家听的 有想起的 但那段时间其实是开心的 因为做一个音乐人 我觉得最享受的很简单 有唱歌 有听众 那就开心了 即是街头是一个很近距离 其实是的 而且你会感觉到他们会过来听你唱歌 然后他们不是听完你一首歌之后 他们会走 他们会留在这里 继续听你唱歌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分分钟会跟你谈谈谈谈 了解一下你的音乐 然后突然有个伯伯 可能走过来 不如你唱一只肉叉来听 那你有没有唱给他听 我说我不懂彈 你给我等我来 我唱给你听 那就不妙了 其实阿俊豪今天来Live House 都还有两首歌给大家 稍后回来 他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会有 安俊豪在午后Live House 跟我们一边唱歌 一边讲音乐 稍后见吧 安俊豪的新歌《沉淋》 找来台湾音乐制作人 王志平的徒弟张组成作曲編曲 MV和获掌拍摄团队合作 以CG特效 加上时空交错和爆破场面 表达男主角对甜蜜回忆的《沉淋》 还找来牛杂妹Money担任MV女主角 《沉淋》绝对是诚意之作 一圈圈五后Live House 《沦淋》绕红书仪 有请得到公司 落重本力推新歌的安俊豪 安俊豪除了一段时间 在台湾发展之外 亦都去过韩国特训 这个机会 对很多人来说 很梦寐以求 为什么你又会得到 这十天的特训机会 其实都很多谢 邀请我们过去的公司Vantaggio 因为他们其实都选过 香港、台湾和大陆不同的艺人 有可能我是今年出道 和是跳唱的 所以他都想我过去那边 有可能我也是他心中的人选 肯哥一定是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想过 心目中 都喜欢韩国的想过 想试试那边 因为你都说 你参加比赛的时候 都有那份热成 想着别人扔下东西去不同的地方 感受不同地方 其实是想去的 不过有可能我心很累了 但是 今次有可能 因为 其实本身我去签 我现在这间公司的时候 打算订下来 可以在香港慢慢发展 谁不知呢 又有一个这么微妙的机会 让我可以再去国外 做一些训练 训练 或者这样 其实我是 第一次听到是 开心 第二次是 很累很害怕 第三次会不会很辛苦呢 然后 最后也是被一个开心去 牵引了 过去那边去训练 其实原来是不辛苦的 是吗 因为经常听说 在韩国特训 做练习生 是一点都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不过其实对我来说 不是辛苦 为什么 其实他的时间很长 可能是 由早上8点到晚上8点 他的课堂 然后8点打后 就是练习的时间 但是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一天 可以在十二个钟头 或者十六个钟头 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那谁会是辛苦呢 那当中其实包括什么呢 那十天里面 唱歌 演戏 跳舞 化妆 造型 哇 即是一手包扮 基本上 在演艺的工作上 都要 那哪一样 对你来说 第一是有难度的东西 你觉得最有难度 是这样的 我想是 就是这个 image和化妆 哈哈 那条眼线 对了 因为那边 那个眼线 都挺强劲的 是的 然后你又要用 眼线 擺出一个很韩国的眼神 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难度 那你现在学会了 这一套武功了吗 其实 一半 哈哈 哈哈 不敢说自己学会 但你有些经验的 例如以前你 在亚视工作的时候 也有提到GD 你都可以很近距离 看着她的眼睛 是怎样画的 是的 我看不到她是怎样画的 我看不到她是怎样画的 我看不到她是怎样的 可以偷偷 是的 其实回到来之后 自己都慢慢去尝试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自己可以 即是 我觉得一个艺人 都要懂化妆 那 特别是男仔 因为男仔其实 你找外面化 都有一些少少 是浪费了别人的功力的 是的 因为男仔都没什么好化 有很多东西要化 是的 所以都是自己学化好一点的 是的 最初有没有化完自己都想笑 有啊 太重了 一开始我选了一些不适合的眼线筆 有可能女仔知道 不适合的眼线筆 有可能我的眼睛就会比较水韧 然后 掉下来 就变成了一只鬼 出街 就是这样 接着 我经理人叫Sumi Sumi 就是这样 你的眼睛越来越黑 我说 那怎么办 然后立即補 很搞笑 Sumi 在外面都在笑 想起那个画面 应该挺好笑的 很棒 不得了 以后就用那个妆 哈哈哈 化妆就有点难度 但唱跳应该可以的 如果练习的时候 有没有控股经历 唱歌 原来他们用的唱歌方法 完全跟香港是不同的 因为有可能我们是主张用不同的共鸣 唱不同的音 他们那边就是用一个共鸣去光 所以就要 辛苦一点 要去习惯他们的唱歌模式 另外 跳舞方面 其实我会比较熟的 不过 就 都很 很厚的 他们那边 因为他们每一个angle 每一个动作 他们很重要 他们说 你画得不重要 整个人陪你画得 最重要是齊 他们的概念就是这样 但那时的心态是怎样呢 你说那边很厚的 他们其实是很认真的 那种厚的 都令到你很紧张 很害怕 很认真 其实我学习 我又不会紧张 我是表现的 是啊 其实我以前 就不会这样紧张 以前有可能 我不知道自己有多 会有可能出丑 不怕丑 有可能 越小越不怕丑 就会上台上 会很高興的 反而会做得好些 但现在越大越紧张 自己的表现 所以就会紧张 你说在韩国就是朝八 晚八的练习 是会说到这里 那会不会 第一天去到 练习完一天之后 已经散了 回到休息的时候 发现自己 原来专注力也很强 反而不是 精神方面 反而我第一天 还可以和同事 和其他朋友在那里聊天 有可能去到最后一天 反而才开始疲 那也好 去到最后一天才疲 坐下一次 但是 你说那里虽然人们很厉害 但是看来你的表现都不错 因为你都被他们原本邀请了 可能可以拍一套韩剧 《吹笛子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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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来你是辞演了 是啊 很可惜 因为那次 那个时间表 就撞了我在来地宣传的时间 那又推不了 所以大家就拉锯了一轮 最后就决定辞演 但是 我相信 之后还有机会 因为我们公司 《尚品月落》和Fantaggio 签了一个三方的合作协议 就三年 在里面 我相信还会有机会过去拍摄 而且我都在苦练韩文 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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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介绍自己 好 听完你用韩文字的介绍 都要听听你唱歌 好 你带来陈奕迅的苦瓜 是啊 为什么选择这首 因为我觉得 像名副合说的 坑坑过后又听答 我觉得每个人尝了苦之后 再去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大家会更加 成功感也会更强 还有 我相信 每个人的事业路里面 一直都是一帆风水 我相信 越多坑坑的事 你越懂得面对的环境 就越多 好 坑坑过后又有苦瓜 是苦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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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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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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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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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